由南轮县台中市等七线市成立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这次提出了23项的合作方案 除了大众关心的防疫议题 七线市更串联推出了自行车旅游行程或者是景点 加强提振观光产业 而这一天七线市的首长也共同参与了行销活动 鼓励民众前往旅游消费 由国际知名沙发艺术家现场精彩演出 串起七线市特色美景能来一趟自行车旅游 这是由南轮县等七线市配偶观光局来行销自行车活动 每一个县市没有规划 非常优良非常高的道路非常实施的自行车注意 自行车到来给我们全国的民众来请 像现在我们还有JR商店 你到商店到来的县市去骑自行车 到使用的商店去来个站 都有抽脚的机会 在疫情冲击观光产业下 七线市借由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从9月16号开始到10月底 推出好玩的自行车闯关几张活动 外有一个三点的自行车步道 就是你用台铁高铁江自行车 这非常适合家人的钱 特别他也经过了我们的台湾 迷猴的一个保护区 盖了三间台线还有中港溪 那几乎我这三个很大的重要的像比如 定管排行车的自行车道 他的长度就高达相近70公里 会中同时发表区域合作成果 三年来达成交通建设 环保农业行销等81项共识 解决许多问题 七线市首长跟共同签署防疫声明 透过跨线市的合作 守护乡亲的健康 全首防疫守护中台湾 看到我们七个建设 在防疫期间 大家互相关心 互相通靠 互相合作 互相调度资源 互相来防疫 所以成效良好 我们中台湾七线市的兄弟姐妹 也有帮了非常多的忙 不管是各自的这个本邦 本烧 代烧 这个疫苗的介入 我们进入线 地方政府有能力 民间企业有能力 能够的 让我们的开放 让我们的好的有效的疫苗 早早进入台湾为民众的健康 期望在兼顾防疫和振兴经济下 中部七线市提出 中台湾观光活动联合行销计划 欢迎民众前往旅游消费 记者女心脑线 采访报道 再见 再见 再见